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今晚您要和大家 共同分享到的这篇文章 题目叫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每个成年人 都是节后余生 我36岁了 除了收费 我什么都不会 最近这句话 再次引发大家 对中年危机的思考 不久前 唐山政府为老百姓做好事 撤销了周边所有的 路桥收费站 本来是一件好事 却遭到收费站 工作人员的反对 这些收费人员 围住了领导要一个说法 在人设局 已经按照劳动法 给予经济补偿的情况下 聚众要求政府 解决工作问题 其中一位大姐说 我今年36了 我的青春都交给收费了 我现在啥也不会 也没人喜欢我们 我也学不了什么东西了 可怜又可叹 我们常常沉浸于自己的岁月静好 而社会却依旧如江水般滔滔向前 待我们被一个现实的浪头拍醒 才发现 已经落后了好久 不由地想到不久前 罗振宇在跨年演讲中的一句话 你喜欢岁月静好 可是现实 是大江奔流 爱丽丝梦游仙境里 红桃皇后说过一句话 我们努力奔跑 只为留在原地 在这大江奔流的时代 有多少人拼尽毕生的力气 才能留在原地 不被社会淘汰 那种混混日子 就岁月静好 一个铁饭碗吃一辈子的时代 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我有个同学 高中毕业后 没有继续读大学 而是通过家里的关系 在地方的高速收费站上工作 吃食堂 有宿舍 穿制服 吃穿住 基本上都不用花钱 工作内容也简单 拦车 收费 放行 而且他们出勤制度 是上两天班 休息两天 相当于一年中 有半年的假期 过着人人羡慕的 吃黄粮的生活 可是去年年底 因为智能技术的普及 取代了人工 单位大规模被裁员 人到中年 丢了曾经的铁饭碗 别的技术也什么都不会 除了做点小买卖 也没什么其他的选择 其实该焦虑的 不只是我的那位同学 和新闻里的大姐 很多人毕业后 过上了朝九晚五的日子 白天没时间学习 晚上没力气改变 渐渐地 这种平庸的生活状态 便习以为常 如同一只陶醉在 舒适区的青蛙 只想着岁月静好 却没有想过 这水 也许正慢慢地 热到发烫 而自己可能 也早已无力挑出 在电影《当幸福来敲门》中 男主角克里斯 靠作推销员 维持一家的生活 他从来没有觉得 日子过得幸福 也没觉得痛苦 就跟美国千千万 普通男人一样 过着平淡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公司裁员 人到中年的 克里斯突然失业 妻子无法忍受 他的失败 两人分道扬镳 没过多久 因长期欠交房租 克里斯被房东赶出门 带着儿子流落街头 父子俩住着纸皮箱 挤过公共卫生间 他一边承受着金钱的压力 一边小心呵护儿子的内心 一次 克里斯在停车场 遇见一个 开高级跑车的男人 聊天得知 金融公司 也许是扭转 自己生活的契机 于是 他死死抓住 股票公司的实习机会 一边平衡着工作 和照顾儿子间的矛盾 一边利用空余时间 恶补专业知识 头脑灵活的他 很快就掌握了 股票市场的知识 成为一个出色的 股票经纪人 最后 克里斯终于开上了 自己的股票经纪公司 和儿子过上了好日子 有句话说 每个成年人 都是劫后余生 身为成年人 谁不是历经考验 身经几番人事浮沉 挨得过去的 练就了一身铜墙铁壁 朝着更好的生活走去 挨不过去的 就成了社会新闻中的一脚 逐渐在时光中 褪色变黄 被时间遗弃 在这格外残酷的时代 谁不是一边抱怨 岁月的残忍 一边负重前行呢 想要安稳的生活 就必须承受更多 有人说 岁月是把杀猪刀 让追风的少年 变成了浑身油腻的中年男人 让明媚清甜的少女 长成了满脸力气的中年大妈 可是 还有一种活法是 曾经追风的少年 后来成了成熟睿智的精致大叔 曾经明媚清甜的少女 后来成了平静甜淡的优雅女人 曾经的文艺女青年 现在的文艺女中年 徐静雷就是一个例子 徐静雷39岁的时候 还去美国冷冻了卵子 他说 要把人生更牢固地 把握在自己的手中 他不仅自写得美 还是专业裁缝业余演员 摄影导演 样样拿得出手 看他的微博 夜饮小醉 软笔涂鸦 演员做久了 便去做裁缝 自制包包送给圈内好友 自制首饰 串珠子串到走火入魔 甚至被海关认为是倒卖首饰的 在旅行时 还兼职给朋友拍婚纱照 41岁穿着水手服 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 人生从来没有太早或者太晚 因为岁月的残忍 何曾因为任何人而受下留情呢 无论我们多强 在这个大江奔流的时代 我们谁都没有办法知道 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们唯一能做的 就是时刻准备着 你可以把你的生活规划的按部就班 但一定要学会买彩蛋 而这些彩蛋 就是我们给未来自己的惊喜和武器 带它们发芽 结果 自长出另一个世界 我36岁了 除了收费我什么都不会 这是人到中年 最可怕的一句话 在生活这个沸腾的油锅里 有多少人沉浸在静好的岁月里 一点点将那个鲜活的自己杀掉 慢慢地将自己的青春 熬成一根老油条 希望到最后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像沐昕先生所说的那样 岁月不饶人 我也未曾饶过岁月 这是今晚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一篇文章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每个成年人都是节后余生 读完以后你有怎样的感想 也欢迎大家在文章的底部给我们留言 我是林静 如果你喜欢我的声音 也欢迎拖到文章的末尾 查看我的主播介绍 找到我 也不要忘记了给这篇文章点赞并且留言哦 也祝各位晚安 好梦 空白时光有你来填满 可以是平静或灿烂 有时浓 有时担心胸要宽广 才能够经得起波浪 在旅途中风景和云游 每个人都会有起落 有时浮 有时尘 有时没方向 有时在屋里向前闯 一生中难免常会有不如意 道路太平坦会失去了勇气 就算天塌下来把它当悲改 我只想好好过现在 一生中难免常会有不如意 日子太平坦会失去了勇气 就算天塌下来 就算天塌下来把它当悲改 可以失去了勇气 有时在屋里向前闯 有时停 有时没心火 只有你为自己掌夺 大海之中风景和云游 每艘船都会有起落 有时在屋里向前闯 有时在屋里向前闯 一生中难免常会有不如意 道路太平坦会失去了勇气 就算天塌下来把它当悲改 我只想好好过现在 一生中难免常会有不如意 一生中难免常会有不如意 日子太平坦会失去了意义 就算天塌下来把它当悲改 我只想好好过现在 一生中难免常会有不如意 道路太平坦会失去了勇气 就算天塌下来把它当悲改 我只想好好过现在 一生中难免常会有不如意 日子太平坦会失去了意义 就让天塌下来 就让天塌下来把它当悲改 我只想好好过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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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